欢迎收看这些瑞哥砍车 现在瑞哥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现在是来到了非常有名的SR Auto Group 这里可以看到几乎世界上比较给力的一些超胖 我们现在在曼库ber温哥华的SR Auto 这边是请来了凯文哥 让他帮我们介绍一下 一些展厅里的一些车子的情况 以及这些车子在温哥华的售价是多少钱 那我们先从这台铁灰色的开始 这个是E4年的Vinquish 在加拿大价格的话它是26万 这个是我们公司收回来的E4年的5上 然后现在价格的话也是30万的价币 新车来讲的话这个车差不多在F54万价币左右 这个黄色的话是老板刚刚收回来的65手挡的F430 现在这个车的价格一直在5上涨 一直有平调 然后现在价格的基础应该是差不多是18万左右 因为法拉利之前一直在做手动变速箱 那430车型也是最后一款搭载的手动变速箱车型的 那在凯文哥说这款车 这款车的话它在X站里面它只有手动变速箱占百分之五 这手动变速箱 所以是非常稀有的 对 而且像法拉利这种车子很多 如果在我那里看很多二手车 特别像是法拉利的车型一台430可能07年08年的 现在只能卖到80万人民币了 而且保养的不太好 所以这些非常好的车子在中国得不到一些好的保养感 价格只会持续走低 保养的918 然后以现在市场上面价格的价格是差不多是160万美金 160万美金 换到人民币也是1000万左右 这台车子也是因为它的技术和它非常稀小 所以让它价格也是一直在不停地判斥 那后面这一台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超跑法拉利家的 在N组之后的一款世纪产品 对啊 这辆车来讲的话 目前公布的话都会有三辆 两辆是红色的 第一辆是白色 因为白色的话车比较少 所以目前价格特别高 这辆车就刚刚卖掉了 那价格是450万美金 450万美金 450万美金真的很贵啊 在美国的话这辆车子大概差不多在300多万左右吧 但是也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到的 因为很多车主他都不差钱 而是看你有没有关系能够把这种车枪回家 视频前的你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肾壮阳延时助驳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358163379 来说又是性能更好 性能更好 675嘛 675嘛 你是68175T嘛 对 限量 然后我之前刚到这边的时候 你是这边就是跟我透露一个消息 所以说马上酒店那边要来一辆非常特别的 对 非常是电镀银色的 6588的圈子 那台车我当时以为是他自己贴的没有 但是看完之后就你们以后来跟我说一想话 是一个角色 所以那个车呢好像是一个675LT的车主呢 他召集了25个人 然后把车送为原厂 然后卖男的去做改装 OK 对啊 然后每一台出来都各种颜色啊 电池啊都不一样 OK 所以这台车是全球限量25个人 然后也是SR头 对 卖上去的人 对啊 所以真的这里不太 这里真的可以说是喜欢车的 或者是在北美地区的一个网红的店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车 你到后面去看看 好 最后还有一台 就是488的 488的长红 长红的488 是老板刚刚刚刚刚刚拿回来的 我们好像过来是 我刚刚碰到了 是啊 这么长 对 然后 这边有一台 这是什么车 这个是旧款的保时捷 我们记错的话 请按个叫356 这个356 对啊 哦 这就是一个Key Car 对 哦 那原厂的话 如果这台车原来还在的话 是不是会很贵 原厂的话现在很难找 这个价格还是要上我去找的 我知道 OK 这台车虽然它是一台 啊 replica 也就是 后面打造车 但是我们看一下 还原程度其实也挺高的 这台车子是356车型 然后这边又是一台白色的488 这边是一台F12 是130的F12 刚刚收回来 这个车最重要的地方 看它里面的杯架是吧 看杯架 平常杯架是5000块钱的option 呃 呃 bica bica 中间那一块 就 那是很多碳纤维 就就只是中间 就只中间那个东西 对 cup holder 原来是没有的 因为是一块板 对 为了要去cup holder 要加5000米美 碳纤维的 carbon fiber 5000加以美 太奢侈了 我其实我不喝的杯水了 哦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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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只有25辆的 G 维根 四层四 就是 车上的这些碳纤维子 就是 包括改装的 这是北美第一台 哦 北美第一台 所以这台车原厂 如果不改的话 是多少钱 原厂的 它市场价格是30万加并 然后现在 对 市场价格是38万左右 所以 这样改装的话 它至少再入虚了 那些都清楚 基本上 奔驰的车子 原厂AMG 出来之后 在网上 更想个性定制一点的 就是 BRABUS 这种改装 非常 非常暴力 非常邪恶的改装 这边还有 哦 这边有MSX 对不对 这辆车 全部还有改装 这个 有本高度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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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包的 这个加了电汗很大 哦 自己会伸出来 伸出来 所以上次比较方便 哦 不然那次还真的很通过 普通的区位给在旁边嘛 然后可以比较一下 它高了 高了很多 挺多的 对 身后的是一台普通的 GY的 可能就比我高一点点 嗯 我一米87 穿上鞋子 估计这样是一米95左右吧 但是这台 就高太多了 这个差不多跟一届脸一样 有没有关系说一下 哦 这个的话在温州华目前我们说应该走五辆线车 嗯 新车车架差不多加分16万五左右 嗯 好贵 这辆车有人买 有人买 对 那路上很少 那其实它也是大多就是情怀上那些事情 对 它的发动力设计挺好 三个电发动机 一个汽油发动机 所以它也是Hybrid 开起来非常舒服 OK 好 哦 这边有辆GT3 RS 哦 这个两辆OK 那辆藏得太好了 对 这边还有一台 这个就是加拿大限量80辆的 或GTS 嗯 就配防滚架 红色啊 全都是 防滚架 防滚架在北美是不允许的 哦 在美国 在加拿大之前也不行 实际上的GTS好像是 哦 然后再加装 然后再加装 那这两个呢 从德国过来 就已经加装了防滚架 这台肠本差不多不便宜啊 嗯 非常稀有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两台GTS 那为什么刚才我只说有一台呢 我可能说有两台 因为 这台贴了这个KMO 就是理彩的 所以真的没有看出来 那介绍一下 我可以看一下 这两侧的话 现在市场价格 差不多在30万左右 30 然后我们看这个 机器口 凑群 啊 全都是原厂的 这个是外加装的 哦 哦 Tek Car 哦 这是Kick 嗯 那很漂亮 这个是 KC相好 就是原厂特别是定制的 哦 对啊 就是有点蓝有点紫的 蓝紫蓝 有点像紫蓝的 哦 文革华有两个 我听听信号的一个是这辆 另外一个就是叫 VICE VICE 啊 对 特别是久了 啊 基本上是在北美是不会掉价的 基本不会掉价 而且体车要 这个原厂我没记错 它新车出厂价最高 可以差不多是24万加币 嗯 然后现在它平均量都在30左右 看配置 所以涨了另外一块钱 所以最顶级的赛道 新体车 对 那这种车在加拿大 美国地区买的客户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会买这种车 我们公司现在买这些客户 应该都是差不多是24到28岁左右 因为这些客人买这种车嘛 因为在赛道上面开车是最安全的 嗯 街道上面不能开 这边警察招的特别凶 所以发现好朋友去找一找去赛道上面去 是最安全的 给予生开车驾驶技巧 最后很麻烦的 好那非常感谢这一期的大家看 就是瑞哥开车 也非常荣幸能够受很多邀请 到了温哥华之后 来到了SR Auto 那这里真的是 喜欢这位朋友来了之后 绝对会非常喜欢 在这里什么车都 而且经常进行出出很多好车 那来自我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Kevin 现在在黑莎上班 今年是第三年 然后个人的心事 喜欢开车嘛 所以在这边买车 如果大家有机会来温哥华的话 可以随时来找我看看车 聊聊聊 OK 在美国买车要找瑞哥 在加拿大温哥华买车 一定要来SR Auto 找Kevin OK 好谢谢大家 拜拜